南韓成功撕射潛射彈道導彈 王毅傳出會出訪南韓 被指另有企圖 德國駐華大師突然離世 他主管外交和政治 他的離世可能創作梅克爾的對華政策 美國參議院將聽證阿富汗撤軍亂象 布林肯坐等民主共和兩黨佔累質信 阿富汗新政權示好 發邀請出席新政府成立大會 北京吞吞吐吐 北約秘書長稱 中共應被納入軍備管控 以限制核武器擴散 大陸飯圈南途厄運 21個韓國娛樂粉絲團周禁言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美國為加強壓制中共的力度 一直積極聯合國際盟友 美國眾議院軍事委員會 跟其提議將共享情報的五眼聯盟擴大 納入南韓等國家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傳出下星期將出訪南韓 專家推測 中韓除了可能相討美中矛盾 和朝鮮半島局勢外 王毅還可能意圖借此打探韓國加入五眼聯盟的情況 南韓中央日報報道 王毅此行約成行將至去年11月後再次訪韓 他可能與南韓外交部長鄭義勇繼續會談 南韓外交部則表示 具體訪問行程協調完畢後將對外公佈 分析人士認為 中國推動王毅訪韓的行動 與近期美國加速制約中國的行動有關 美國眾議院日前提案擴充五眼聯盟的成員 範圍擴及日本、韓國、印度、德國等國 此案相當於擴大反中同盟 而美國眾議院認為南韓是最應該聯合的力量 南韓亞洲大學美中政策研究所所長金鴻歸指出 中國應該非常想知道南韓對五眼聯盟擴充的態度 美國在軍事轉型問題上正積極向中國施壓 預計中國在探聽南韓醫院時 亦會盡可能地向南韓表明中方立場 另外 韓亂社9月7日報導 韓國軍方從潛艇上成功試射了一枚彈道導彈 韓國成為世界上第八個具備有這項能力的國家 這款軟武44型彈道導彈的射程大約是500公里 潛射彈道導彈具有很大的隱蔽性 因此能對潛在對手形成很大的威懾力 韓國國防部不願直接證實這個消息 但在一份聲明中說 我們的軍隊添置先進和威力強大的軍事資源 建立強大的軍事能力 以確保朝鮮半島的和平 而且會繼續這樣做 防務分析人士認為 潛射彈道導彈的試射成功 將大大增強韓國應對朝鮮 甚至中共威脅的壓制能力 德國剛上任兩個星期的駐中國新大師赫岩 Yang Hacker 9月6日突然離世 德國外交部未公布原因 總理默克爾對此深感震驚 一些德國媒體報導 默克爾曾經希望卸任後 赫岩能夠延續他溫和的對華政策 突然失去赫岩 可能讓默克爾的對華政策受挫 據德國《明鏡周刊》報導 赫岩主管外交和政治 從2017年起 一直擔任對外政策 安全和發展政策司司長 和默克爾的對外政策顧問 他和主管財政和經濟的顧問 羅勒·Lars-Hendrick-Roller 成為默克爾十分以重的年輕一代 幾乎陪同默克爾 進行了所有的國外訪問 赫岩低調 亦是默克爾能夠信任的人 德國媒體焦點說 學政治和法律的赫岩 是德國政治首腦核心圈子的一部分 報導說 在柏林 近期幾乎沒有人能夠像赫岩那樣 對默克爾的外交政策 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眾所周知 默克爾在他的總理任期內 為了與北京建立充分的關係 只是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資本 沒有人能夠勸動他 脫離與中共的關係 無論中共表現如何 也無論國際上要求他與美國一起 對中共採取更強硬立場的壓力有多大 近年來 中共的形象不僅在德國公眾眼中大大惡化 在柏林專家和政治家看來 亦是如此 但是默克爾的中國政策 沒有跟上這種變化的步伐 毫無疑問 他的外交政策顧問賀岩 幫助形成並支持這條路線 很多觀察家認為 下屆德國政府可能會對中共 採取更嚴厲的立場 默克爾在他的總理任期的最後階段 任命駐華大使 不僅是為了在這個關鍵位置安排心腹 亦是試圖在某種程度上 保留不斷對話的對華政策 明鏡周刊指出 如今 賀岩不再有機會 在中國發展他的形象 在歐洲與中國日益緊張的關係中 默克爾多年來對中共侵犯人權 進行一些適可而止的批評 避免與他有重要貿易關係的中共 覺得太受刺激 他亦迴避了美國政府 宣布的反共的民主國家聯盟 另外 同樣與賀岩一樣 受默克爾重用的 總理府主管財經的顧問主管羅勒 幾年前與一名中國女子結婚並有孩子 有段時間 他每個月都要代表總理飛往北京 他的弟弟 是德國電視議台ZDF 駐北京辦事處的主管 美國在阿富汗的撤軍計劃失當 引發亂局 在美國國內飽受評擊 美國國會山莊報The Hill 7日報道 聯邦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 將於14日首度對此召開聽證會 國務卿布林肯將作為證人出席 預料將遭受來自民主和共和兩黨的佔內質詢 據報導 這次參議院外委會聽證會 目的是檢視美國撤軍阿富汗行動 而布林肯是目前唯一的一個列入證人鈴丹 這是美國完成撤軍之後 首次有政府官員出席公開聽證會 會以預計將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 出席官員將遭受議員敲問 包括白宮為何沒有預判美國支持的阿富汗政府 會迅速倒台 以及之後如何撤出 仍然留在阿富汗境內的美國公民和盟友等問題 參議院外委會民主黨籍主席梅南德芝 Bob Menendez上個月曾發表聲明 批評美軍撤離行動絕劣 並直言感明顯是情報和執行單位協調失敗造成 他強調外委會將持續透過聽證會 就美國對阿富汗政策履行監督職責 包括檢視川普時期和塔利班協商過程 以及拜登政府在撤軍行動上的決策 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民主黨籍主席瑞德 和情報委員會民主黨籍主席華納 亦承諾會在聽證會上提問 此外聯邦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民主黨籍主席米克斯 亦要求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丁作證 但尚未公佈詳情 阿富汗極端組織塔利班已完成組建新政府的主要程序 將很快宣布新政府的成立 卡達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 報導稱 該極端政權發言人賈穆希德 Zabihullah Majahid 6日在記者會表示 新政府組成只剩下一些技術問題 最高首領阿洪扎達Al Jazeera 很快就會公開露面 塔利班亦已經頻頻向中共示好 一名塔利班消息人士透露 已經邀請中共、巴基斯坦、俄羅斯、土耳其、伊朗和喀塔爾等六國 出席即將舉行的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大會 但在6日當日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禮行記者會上 被媒體問到是否接獲出席 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大會的邀請 是否會出席和可能派誰出席的問題時 卻躲躲閃閃不敢直接回答 只是應付地說 這個具體問題目前還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的信息 對於這兩個極端政權之間的曖昧關係 有外交觀察家分析認為 中共似乎已經為承認塔利班成立的新政府做準備 不過還需要在看到新政府的人員構成之後 才會宣布是否派人出席這個新政府的成立大會 美國、英國、歐盟、聯合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則明確表示 不會匆忙承認塔利班組建的阿富汗新政府 而是要在這個新政府成立之後 觀察它是否言行一致 才會作出是否承認阿富汗新政府的決定 中共在世界上的軍事擴張引起北約的嚴重關注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9月6日 在第17屆北約年度軍備管控會議上警告說 中共的核武庫正在迅速擴大 擁有更多彈頭以及更複雜的運載系統 此外 中共亦在建造大量導彈發射井 而這一切完全缺乏透明度 他指出 中共應該被納入軍備管控條約 以限制核武器擴散 斯托爾騰貝格指出 中共作為大國 在軍控方面負有全球責任 包括限制軍務數量 增加資訊透明度等 這些是國際穩定的基礎 他認為 未來的軍備控制中 應該加入更多的種類武器 如自主平台和人工智能等 新興和電覆性技術 他認為這些都可以被武器化 因此需要考慮 如何為這些技術 制定新的規則和標準 美國和俄羅斯 2010年簽署 《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 New START 限制兩國可部署的核彈頭數量 不得超過1550枚 還限制了部署舟制彈道導彈 潛射彈道導彈 和配備核彈頭的重型戰機 以及用於發射核彈頭的發射器數量 美國曾經要求中共 也加入該新條約 但中共拒絕加入 此外 斯托爾·騰貝格還補充說 朝鮮和伊朗 亦無視同違反國際規則 傳播危險技術 北約正在根據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 進行調整 中共當局 在整治被列入 劣跡藝人黑名單的中國影視明星的同時 和明星色色相關的被稱為 飯圈的粉絲團 亦難逃厄運 目前 一種一流韓國明星的中國粉絲團應援會 亦被納入其中 9月5日深夜 張元英中文首站 ExoBar投票組 Lisabar官方微博等 21個韓國娛樂藝人粉絲團的新浪微博帳號 租管理方禁延30天 並被勒令清理其違規博文 韓國偶像男子組合Exo、NCT 和女子組合Blackpink的粉絲團帳號 亦被禁言支裂 9月6日 新浪微博 社區管理官方微博公布公告稱 有網友舉報 部分粉絲帳號 在微博傳播非理性追星應援內容 倒向嚴重錯誤 對此 微博管理方 對21個帳號予以禁言30天的處理 並清理相關違規博文 公告還強調稱 在治理和規範的過程中 沒有任何時間空間的差異 全平台內容治理力度一致 任何非理性追星行為 一經查實 必須嚴肅處理 另外 韓國偶像團隊 防彈少年團 BTS成員 朴之文 的超過116萬個粉絲 的中國粉絲後援會 新浪微博帳號 已經被封禁60天 帳號主頁上 目前標識了 因違反社區公約 該用戶暫時處於禁言狀態的說明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